各位观众大家好,香蕉超人我又来了,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我线下实战vlog的第三集的视频 今天这集影片给大家带来的手牌数可能没有之前两集那么多 但是今天每一手牌的精彩程度绝对是之前两集所没有的 我也经历了我现场实战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底词 那就让我们赶紧去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吧 OK,这边再补充一下今天的买入是和之前一样是买入了10k 筹码分布是黄色10,蓝色100,绿色1000,红色5000 OK,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手牌 由于今天后面几手牌的底值都非常大 这边先给大家来三首开胃菜 这手牌是我在专位拿到的一个十圈黑桃 在前面两位玩家Limp之后 我在这边加注到了140,大小盲都弃牌 Limp的两位玩家都选择了跟注 三人底持,底持450 翻牌是来了A,勾石,彩虹面 其中勾是黑桃的 这边我们是击中了一个底对卡顺 外加后门花的一个公共牌 在前位两位选手都过牌到我们之后 我在这里选择持续下注了一个160 之所以在这里选择持续下注160 是我觉得这个牌面对于我们的范围还是比较贴合的 并且还有比较不错的发展 即使是被对手跟注 我们也能利用位置去免费的看合牌 但是这里比较令我意外的是 在我下注了之后 前位的两位玩家都选择了跟注 底持来到了930 转牌是一张草花4 我们的牌型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增强 在全部再次过牌到我们之后 我在这里选择执行了翻牌圈的策略 也就是随后过牌一起看合牌 合牌是一张方片5 运气比较好的是 大家也都没有下注 那我也是非常乐意的选择了在合牌修档 并且在一个对手喊出K嗨 一个对手喊出9嗨之后呢 我也是顺利的收下了这个底持 那根据对手喊出的牌型来看呢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是K插听卡圈 而另一个是类似89这样子的听两头 到这里呢 大家可能也已经发现 今天的对手明显比之前松了不少 这也为接下来的对战埋下了伏笔 今天的第二手牌 是我在lowjack位置拿到的一个89同色 选择open80 其实在这边我已经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在有时候呢89同色在lowjack位置的确是可以选择open的 但是就如同我上一手牌所说 今天的牌局相对来说比较松 因此在这样比较松的牌局当中 89同色并不是特别适合在lowjack这样子比较靠前的位置做open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我们open之后 hijack玩家跟注 button也跟注 大小盲弃牌 三人抵持 翻牌是来了690彩虹面 我们虽然击中了一个中队9 以及一个卡7的顺子听牌 但是在这样子一个连接性非常强的牌面 并不是特别适合我们去做一个持续下注 因此我在这里是选择了一个过牌 想把这手牌转成一个过牌跟注的行动路线 那在我过牌之后呢hijack和专位的玩家也都选择了过牌 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是来了一张草花石 是让牌面形成了后门草花听牌的可能的 在这里呢 由于我们范围当中的10x组合并没有特别多 因此我还是选择了一个继续过牌 在hijack玩家也过牌之后 专位的玩家是下注了180 行动回到我们这边 那考虑到这个牌面还是非常的潮湿的 专位选手的范围当中还是有很多听牌的可能 当然也有可能一些翻牌并没有下注的10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选择了先跟注一次 看合牌 最终合牌的掉落是一张草花3 那这张草花3的出现呢 是让我能够战胜对手范围中的组合数进一步减少了 在合牌我们做了第三次过牌示弱之后 对手在合牌直接下注了一个超值800 那这边我们先姑且把这个专位的选手称之为超值哥吧 因为一会还会有他的出现 那面对超值哥合牌的这个800的超值下注呢 我们的这个酒队呢是肯定没有办法抵抗的 只能无奈的选择弃牌 虽然刚刚损失了这个底池呢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我们的水位呢还是在一个水伤的状态 而且我们在小盲位拿到了口袋对圈 之前的行动是hijack limp 装位 limp 轮到我之后呢 我加注到了180 在我加注完之后只有hijack选择了跟注 这是一个单挑底池 我们在不利位置 翻牌是圈64彩虹面 我们在如此干燥的一个牌面击中了一个顶set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牌面击中顶set呢 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阻挡了全世界 因此啊 在这里我选择了一个前卫过牌 期待对手能够在我们示弱之后诈呼出来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对手也选择了随后过牌 我们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红桃A 说实话 虽然这张红桃A的出现确实非常有利于我们的范围 但是就这一手牌来说 我其实并不希望看到转牌的这张红桃A 但是没有办法 在翻牌选择过牌之后 我们也只能在这个转牌开始下注 这里我选择下注了一个260的试探性下注 看看是否有可能是对手集中了这张A 好消息是对手跟注了这个260的下注 底池来到920 那盒牌呢 是一张相对来说非常空白的黑桃A 虽然这张黑桃A是在理论上完成了一个3-5的顺子听牌 但是很显然的 这里对手的范围中3-5的组合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那这边我在稍作思考之后选择继续下注7排 既希望于能够拿到对手最后一条阶的价值 但是很遗憾 在我合牌下注7排之后 对方很快选择了7排 OK 那在经历了几手波澜不惊的手牌之后呢 我们马上迎来了今天这场排局的第一个大底池 排局进行到这个阶段呢 大家的后手都已经变得非常深 这手牌我在专位拿到一个五六方片 在Logic Open 120之后呢 我选择在这里随bet到了400 这个时候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首先是小忙位置的大律师选择了冷扣这个400 然后Straddle的超值哥也选择跟注400 到Logic之后 他只需要补280 便可以参与这个超级大底池 于是Logic也一起call了进来 形成一个四人的随bet底池 还没看翻牌 底池就已经来到了1220 翻牌是来了79k两个方片 在三位玩家全部过牌之后 我经过一阵短暂的纠结 还是选择在这边下注了1000 在我下注了1000之后 小忙位的大律师则是直接加注到了3000 Straddle和Logic都弃牌之后 我看了一下大律师的后手 还剩6000 在这里我确实可以选择跟注去看转牌 但是这里我又考虑到与大律师之前的一些游戏历史 我觉得大律师在这边还是有一定概率会拿K圈这首组合做加注焰牌的 我这里如果选择all in 还是有大概率可以推走大律师的K圈 并且就算遇到对手的77和99 我们也还是有一个相对不错的胜率的 因此我在这边选择直接推出了所有筹码 那果不其然大律师秀出了他的99 并且选择跟注 那我们这边呢是决定进行两次发牌 第一次是发出了圈和二 第二次虽然在转牌发出了方片A 但是合牌的K 使得我们非常不幸的输掉了整个底池 那这首牌我觉得我处理的确实不是那么好 因为我在翻牌的大柱就是为了能留更少的人到转牌 那大律师的加注已经帮我完成了这个翻牌的目的 并且我们还是在有利位置 完全是可以用跟注的方式去看转牌的 在转牌既是面对对手的all in 我们也是可以轻松弃牌的 那不管怎么样 错误的游戏方式还是让我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在输掉这首牌之后 我也是选择了补马两万继续战斗 在输掉了刚刚这个大底池之后 我也进入了一个carded的阶段 基本都没有什么牌能够入池 即便入池之后也没能很好的实现胜率 比如这首牌 我们在UTG拿到了这首A圈 Open100 Lowjack的超池科跟注 小忙跟注 三人抵持 翻牌 圈 勾三 彩虹面 这里我夹在中间位置 而我后面的超池科从这场排局的行动来看 非常喜欢在对手过牌示弱之后就进行下注 因此我在这个翻牌也是选择了一个埋伏性过牌 但是没有想到我这里又判断失误 超池科也选择了过牌 三人看转牌 而转牌是一张红陶石 这张红陶石是使得原本比较干燥的翻牌 在转牌瞬间变得潮湿起来 在小忙为玩家继续过牌之后 我在转牌是选择下注了200 然后超池科弃牌 小忙跟注 单挑看合牌 合牌是一张草花钩 在小忙再次过牌给我之后 我也是纠结了许久 在纠结的同时 我也是在不停的观察小忙的一些肢体信息 最终还是选择了也随后过牌 果不其然小忙秀出K勾方便 我们继续损失筹码 在经历了两个小时的成绩之后 我们终于在这手牌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机 这手牌是我在小忙位置拿到了一个A圈不同色 在CO位置玩家拦破了Straddle之后 我选择在这边加注到240 这个时候Straddle的超池科 在这里突然做了一个600的3Bet 行动回到我这里之后 我看了一眼超池哥的后手 足足有将近15000的筹码 而我们这边也有将近20000的筹码 A圈不同色在如此深仇的情况下 去选择做4Bet游戏不利位置 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因此我在这边 即便面对超池哥宽四海的3Bet范围 我也选择了跟注 在跟注之后 核官给我发出了一个梦幻般的翻牌 K-10 Bingo 我们直接击中了一个天拿此顺 在我们做了一个例行过牌之后 超池哥选择持续下注了360的一个小注 差不多是1 3 1 底池左右的这么一个尺度 那我们这边考虑到大家的后手都非常深 再考虑到超池哥相对比较粘质的特点 在这边直接加注建立底池 获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此我在这里做了一个check race到1,500 那超池哥在这边也是马上选择了跟注 底池4,260 转牌的掉落是一张仿佛具有魔法的方片九 让牌面形成了单圈沉顺 那在这边底池4,260 有效后手1万2千多一点 SPR1比3的情况下 如果想投入所有筹码 那过牌全压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在我们过牌之后 对手一定会下注呢 但是这里别忘了 对手可是超池哥 他今天一整晚的动作 比我们一整桌的动作都要多 因此我非常放心的在转牌选择了一个过牌 在我过牌之后没几秒 超池哥果然打了 而且还是打了一个4000的满池 这里虽然我们心里无比激动 但是还是强装镇定 在稍作节奏的控制之后 喊出了all in 在我们喊出all in之后 超池哥选择了一个秒靠秀牌 超池哥是圈圈 伴随着盒牌一张草花疤的掉落 我们成功的收下了这个 3万的大底池 也是成功回到了水上 就在刚刚收下这个大底池之后 我们的位置也从小盲变成了装位 我们又和超池哥对上了 这把牌呢 我们是拿到了AA open80 小盲气牌后 只有超池哥选择跟住捍卫 两个人看翻牌 翻牌来了K93彩虹面 可能是由于刚刚输掉了一个大底池 超池哥在情绪上也可能有一些波动 他在这里直接选择0打了160 那在这边面对这么一个相对比较干燥的翻牌面 我选择了跟住 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红桃勾 超池哥继续下注280 那这边我也确实考虑过做一个加注 但是还是出于前一手牌的情绪 还没有平复 在这里我还是选择了比较稳妥的一个跟住 最终合牌的掉落是一张十 牌面再次形成了单圈沉顺 不过这次超池哥没有下注 而是选择了过牌 那我也由于这边没有太好的价值取向范围 也随后选择了过牌 在我过牌之后 超池哥说他有一对K 那我顺势秀出了AA之后 再收一池 今天这场牌局呢 在经历了一个大落和一个大起之后呢 在这边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最终这场牌局的水位是水上4800 虽然结果是美好的 但是我对于自己今天这场牌局的表现 确实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中间还是犯了大大小小不少的错误 希望我能在接下来的游戏中能有更好的发挥 那今天这期影片就先到这边啦 喜欢我的观众记得点点订阅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